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我現在應該怎麼辦 你爸爸呢 確實是死在五爺的家裡面 而且當時也只有五爺在場 所以所有的真相 只有五爺知道 可是我們街坊鄰居都相信啊 五爺這麼正直 他會瞞著你 一定他的道理 如果他問心無愧 為什麼一直瞞著我這件事情 我也不能告訴你答案 不過我們街坊鄰居都相信啊 都願意用生命去保證五爺是清白的 老子聰 不要把自己關起來嘛 你呢 就去找五爺問清楚真相 他一定會跟你講的 就像你跟小姐的感情 你一定要跟他講你的感覺是什麼 不要怕嘛 就去問啊 不管事情的真相是什麼 你只要面對 放心 波羅神說過 我的家就是你的家 不管你做任何決定 我們街坊鄰居通通會支持你的 好嗎 謝謝 我收緊去守護照片 我好嗎 我去找你 你還會嗎 靠近海士 哦 你怎麼突然 啦 我本身的真的 別人 他對 無言中小收留我 對我雖嚴厲 但其實真正感受到 是如言覆伴的父愛 今天 只要我開口問了無言這件事 應該就會讓這個家失去 我的溫暖和快樂 或許我應該離開一家 讓這個答案永遠成為秘密吧 金子豐 什麼搞的啊 到底跑去哪裡了 把你手機也不接 你手怎麼受傷啊 該不會為了我跑回酒會去吧 這一定是沈家人打對不對 他們真的很過分 把你打聲成這樣 沈若賀對他們怎麼樣 我以為你是真的關心我 原來你關心的還是沈若賀 當然不是啦 不完全是啦 關心沈若賀 只有這樣子一點點 幹嘛這樣 很晚了耶 大家等你很久了 趕快回去吧 姐妹已經睡了 我把你把藥給拿過來了 這麼晚才回來 這麼晚才回來 是不是又為了沈若賀 那丫頭的事情啊 不是 不是才怪 沈若啊 要是沒有你在她身邊 不知道一天要給我惹多少個火 好 虧你還對一家這麼忠心耿耿 屁一個嘴上說一套 私底下做的又是另外一套的偽君子 一全五賣你 我 我的父親金秉賢 是不是你害死的 你終於還是知道了 既然你開口問了 既然你開口問了 我就把事情的真相告訴你 在道理上來說 你父親 是我害死的 你父親因為販毒被警方追擊 當時 跑到你家要我幫他 可是 我拒絕了你父親 要我包庇他的請求 也因此 讓他死在警方的槍下 你父親 為什麼不告訴我真相 一開始 我並不知道 你就是金秉賢的孩子 直到在金埔會館 什麼生命 告訴我你的身世 我才知道 你的父親 就是金秉賢 知道真相以後 一則喜一則憂 聽不懂 這個我 被警察 管他的兒子 不是 尽管 他 其實母親 就是你 對 的 你 他 可以 對 我都等於我怕 立心 立心 高興的是 救救我快 我答應你父親找到你 並且把你撫養長大的承諾 可以兌現 擔心的呢 是怕你一旦知道的真相 不知道你承受得起 承受不起 他那是借口 他那都是借口 你讓我活在幸福的幻想裡 你讓我以為你看個值得 進到如故的長輩 既然你是為了我好 為什麼要告訴我真相 你為了要不繼續說謊 你一家的家庭只有一條 你一家的家庭只有一條 就是不准說謊 你家的人 行得正 坐得穩 歸於心 你瞞我的身世 讓我像個笨蛋一樣 替操你頭的賣命 你不就愧叫吧 殺父仇仁 這就是我努力地養育你 教育你 愛護你二十年的膽啊 好 我愛了 你回憶